台中北屯总站夜市人潮大排长龙 因为这里多了一处疫苗快打战 鼓励民众打疫苗 夜市再发100元消费券 也带动摊商生意 但有人趁着夜市熄灯后 半夜闯空门 3月18号凌晨3点多 一名男子走进夜市摊商区 左看右看 停在一处摊商棚子外 突然他打开帆布绳索钻进去 在出来时 手上已经多了两个塑胶带 他来偷东西 在没人的夜市里停留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手拿一袋 徒步离开 隔天夜市摊商准备上工 才发现怎么摊位里 帆布绳索开了 里头还有衣物 不翼而飞 有一摊位损失 男用内裤约30件 犯贤得手后 随机步行离去 有这么缺内裤吗 还是要偷去卖 警方说他们已经锁定一名男子 通知他到案说明 但依法必须等10天 如果还是没有主动到案 才能向检方申请拘票 不过目前 这个涉嫌投内裤的男子 还没落网 TVBS新闻 廖文翰 红彩人台中 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